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岚 我是清风 我们都认为人死不能复生 但在现实生活中 确实有些人在临床死亡以后 经过抢救而又重新获得了生命 这种现象被称为宾死现象 也叫做宾死体验 1987年 墨西哥的一位心灵学家 胡利安·马尔萨斯 公布了一张病人死亡前一刹那的照片 照片当中一道白色的光 从身体内冲向上方 这张疑似灵魂出窍的照片 在科学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其实西方有些科学家 他们在用特殊仪器 观测怀孕妇女的时候 发现几乎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 有一团白白亮亮的东西 从外面飘进来落到母体上 他们认为这种物质 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 真的很有这个可能 不过我们以前也提到过 催眠师杜尔利斯在《生死之间》这本书当中 有讲到灵魂注入到身体的时间问题 说有些灵魂是在母体怀孕期间就进入了 有些是在婴儿出生以后才进入的 看来灵魂在出生前就进入母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我知道您以前采访过很多 这个冰死体验的案例 上次您有提到过 NASA科学家泰勒的灵魂离体案例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当然有了 2004年我采访了几位有过冰死体验的人 他们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 他们都各有特色 他们中有些是艺术家 工程师 科学家等等 有的人有宗教背景 有的人呢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那今天呢我就来讲讲 蒂凡尼白雪 讲讲她的冰死体验 白雪是个作曲家 演奏家 也是唱片制作人 但是一次闪电的袭击 彻底改变了她 啊 都累积了 是啊 不过她很幸运啊 活下来了 不仅如此 她还因此获得了更神奇的能力 收到了一份神圣的礼物 太悬疑了啊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和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每次新的节目一出来 您就会接到通知了 那清风啊 我都迫不及待 想知道这位白雪公主的故事 1995年的一天 蒂凡尼白雪 她在这个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农场 在照顾她的马 那是一个暴雨天 就在她把拴马的链子 系在马舅的柱子上的那一刻 她被闪电击进来 关于电击呢 她最后的记忆是 她感到那个电击 就像无法控制的电流在舞动 造成她的肌肉 以这种舞动的方式 在痙攣和扭曲 这种描述 还真的是挺形象的 人哪里都痙攣在一起 对啊 但是呢 她完全没有痛苦的感觉 在那一瞬间 她想起了电击 常常会让心脏停止跳动 她想移动一下身体 但是她发现 她看到的东西开始变窄了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 慢慢的倒在了地上 接着就是一片漆黑 之后她的身体漂浮了起来 她抬起手臂 发现手臂是透明的 就像水中的倒影 她移动了一下手臂 结果看到星星从手臂中穿过 她还发现 她不仅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东西 而且还能看到围绕在她周围 所有的一切 之后她开始向着一个椭圆形的光环 快速的飞了过去 越接近这个光环 她感到越温暖 越舒适 她说 那是一种胜过一切的爱 她渴望融化在光中 她知道那光呢 是神的展现 之后光发出了声音 你学到了什么吗 突然间 白雪看到她在人间的生活 历历在目 就像电影在她眼前上演一样 同时她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受 她能感受到 当她对别人不善的时候 那些人的愤怒和受到伤害 当那些人把愤怒和伤害 蔓延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 她也感受到了那种愤怒 当她向别人传递爱的时候 她感受到了那种温暖的脉动 在给他人的感受 同时那些人又把那种温暖 传递给了别人 她也感受到了 她的这种感受 就好像是水的那种涟漪 不断地往外扩散扩散 对啊 她说她明白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得到的结果 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判定 而是我们一生中所做的一切 产生了涟漪效果 就是说这个不是上帝要让你过得怎么样 而是你自己的行为决定你的人生过得怎么样 对啊 那个光的生命还跟她说 肉体是对灵魂的测试 要彼此相爱 这么智慧的话 让她忽然感到不知所措了 她以前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之后她又听到了神的声音 那个声音是打到她的脑海中的 告诉她 欢迎来到治愈者的世界 治愈我的孩子 帮助他们记住自己是谁 什么意思呢 她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白雪说后来神解答了她的很多疑问 还告诉她那些恒星行星 各种星体的名字 还给了她成千上万个 她从未想过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大量的信息在她脑海中爆炸 对她来说 好像是一个空空的图书馆 突然间被大量的东西给冲斥了 她想知道 这些东西是自己刚刚学到的呢 还是曾经有过的记忆呢 然后她开始感到自己在下沉 好像从床上掉下来一样 她醒了 发现自己窝在卡车的前座上 她的先生就在她的旁边 从事故的发生到她苏醒过来 大约是三个小时 听话 您前面有提到这个白雪 因为这个意外事故 她获得了更为神奇的力量 能说说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吗 她不是说了吗 听到那个声音告诉她 欢迎来到治愈者的世界 所以呢 她被赋予的工作 就是做个治愈者 她获得了治愈 以及心理能力的天赋 也就是说 她能给别人治病了 是这意思吗 对呀 你知道啊 她是怎么给人治病的吗 当她的手触摸到对方 或者是拥抱对方的时候 对方就会感到 传导过来的能量 所以呢 对方这个身体康复的很快 不过白雪说 上帝才是治愈者 而不是他 她还强调说 上帝一直在世界各地 给人类展现神迹 那现在事情正在加速发展 随着黑暗越来越黑 光将变得更加明亮 爱将赢得胜利 她说人们会看到 奇迹 治愈 欲言 复活 迁徙 解脱 在这个世界转移的过程中 将有更多的人 会得到圣灵的恩赐 有一个曾经被白雪 治愈过的中风病人 她说自己是本着不相信 但又想试试的想法 去找白雪治疗的 她一共看过几次 她说当白雪 把手放在她身上的时候 就像连接到了一台强大的发电机一样 她感觉体内涌动着大量的能量 那这种能量之强 让她的手表都不工作了 原来白雪她是被电到了 现在她又改成电别人去了 还有一个女士说 她是一位癌症患者 那白雪是通过电话给她治疗的 后来在她准备做手术之前 医生又给这个病人 做了一次核磁共振检查 结果就发现 她的肿瘤不见了 太神了 听起来怎么有点像 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气功治病呢 对呀 您知道很多气功师啊 他给人治病的时候 就是对着那个有病灶的部位 这么一挥手啊 一发气啊 就手刀病除了 那就是特异功能 没错 而且这个历史上有记载很多啊 有些大医学家呀 就能透视人体 看到什么地方黑乎乎的 就知道那个地方有病了 对呀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气功挺神的 所以很多人都去练气功 健体强身嘛 没错 我家有一亲戚啊 以前得了那个美尼尔冬河症 天旋地转的 后来呢 一老中医就告诉他说 你也不用吃药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照着去做肯定灵 什么方法 那老中医啊 让他盘腿 手截着印 闭上眼睛 然后一响着有一股气 从一个手的掌心开始 顺着这胳膊 然后沿着身体的 哎 这各个部位开始游走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走的啊 反正呢最后呢是在返回到这个另外一只手的掌心上 就这么不断的循环着 这是通周天吗 哎 有点像哈 结果呢 我那亲戚告诉我还真神了 没多久他发现真的有一股气就在他体内游走 而且他自己还能控制住 想让那股气停在哪 哎 那股气就能停在哪 他也不记得练了多长时间 反正那个美尼尔综合症是好了 不过大家可千万啊 千万别跟着我说的这么去做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样做的 其实这就是气功哈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练气功 就连美国都对我们东方的气功很感兴趣 连这个哈佛大学啊 斯坦佛大学啊 还有很多名校都曾经设立了气功研究机构 我的一个朋友呢 他在国内就是个气功师 很多年前呢 他被迈阿密大学请去做气功研究了 所以我认为您刚才讲到的这个白雪女士 她能够通过能量传导来这个治愈病人 其实跟这个气功治病的道理应该是很相近 是的 不过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就是这个白雪在给人治疗以后 她自己的手上脚上还有这个额头上 经常会留下伤口 这么奇怪啊 这说明这病也不是你随便出手开手就能给人治的 真是这么回事啊 看来这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 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聊聊有关这方面的话题啊 后来呢白雪成为了一个作家 她记录了自己的奇特经历 告诉人们今天她所拥有的能力 是来自宾死体验期间 她从上帝那儿得到的礼物 您刚才提到这白雪说神告诉她 肉体是对灵魂的测试 这句话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撼啊 虽然就这几个字 可是她背后的意义很深 我是相信这个肉体死了灵魂是不会死的 所以说呢灵魂想要有个好的归属 就必须先在人间行善积德 给灵魂的去处呢做好准备 玄乱神呼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 我们下期视频